《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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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段时间内 沙漠非凡在东海以及西亚的地球进行四年 爆发了罕见的这个蝗宅 多国人先不进入紧急的状态 中国相关的部门对这次黄灾也进行了严密的分析 中国表示 《沙漠》非凡对中国造成的危害的概率是比较小的 既了解出现非洲以及亚洲热带沙漠地球的沙漠非凡 是一种重大的农业害虫 这些蝗虫具有强大的飞行能力 并且食量非常积大 能够在飞行中积极形成庞大的这个蝗虫全走 每天随着气流的这个飞行距离能达到150多公里 甚至可以跨越红海以及波斯湾实现千飞 只比数量积大的这个沙漠蝗虫呢 从苏丹飞越红海地区到达野门伊朗以及沙特阿波地区 随后呢又进入巴基斯坦还有印度 这些蝗虫呢所经过的国家呢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危害 在飞行过程中呢积累了更加庞大的这个虫年 数量呢越来越多 苏玛里以及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这些大规模的蝗灾呢对多个地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波及的范围呢极其广泛 到目前为止呢沙漠蝗虫呢已经肆虐了十多个国家 其中有包括肯尼亚伊朗以及印度等多个国家 既了解呢肯尼亚在这次蝗虫的灾害中呢 所收集的面积呢达到一百多万亩的这个土地 印度国内要多达五百多万农田的受到这个蝗虫的这个袭击 损失呢高达上百亿卢布 联合国粮农组织呢对此是发布这个警告 东卫地区的这个蝗虫灾害的局势呢非常的危急 沙漠蝗虫的数量多达三千六百亿只 肯尼亚的蝗灾呢是该国七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仅仅一个蝗虫群的长度呢就长达六十多公里 宽达四十多公里 此外在巴基斯坦呢遭受了1993年以来的最严重的一次蝗虫的灾害 相关的数据显示呢巴基斯坦仅小卖的损失呢就多达十多亿美元 这次的蝗灾不仅波及范围广 花生的严重性以及发展的情况也是非常严峻 联合国粮农组织呢一次表示鸿海两岸以及非洲角 在今年气候条件下仍具有利于蝗虫的繁殖 这些沙漠蝗虫呢在四十年室度的这个气候条件下大概一个月繁衍一带 每繁衍一带呢就意味着蝗虫的数量呢将会增加二十多倍 如果不对其进行遏制的话 沙漠蝗虫的数量呢甚至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呢就可以增加到五百多倍 联合国粮农组织呢对此呢进行了通报会 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希望各国呢能采取紧急的行动 来一同帮助受灾的国家抵御这些沙漠蝗虫的心情 中国的相关部门也表示 中国近年来在蝗虫的监测疫情以及预防能力上不断的提升 防治水平呢在世界上明夜奇妙 并且防蝗虫的要件十分充足 在中国爆发大部分谋黄灾的可能性呢是比较低的 目前呢对这个境外的蝗虫的这个动态呢进行密切的跟踪 防止沙漠辉煌迁入造成这个中国的灾害 现在看到的这个到底是叫蝗虫呢还是叫蚂蚱呢 就有不少地方的人叫这个东西叫蚂蚱 还有些一些人叫蝗虫 其实呢这个蚂蚱呢是蝗虫的一种 蝗虫呢它是邪术上的这个名称 蚂蚱呢是民间的流行的这个俗称来的 最近呢中国的这个云南呢这个蝗灾也是非常的严重 你看现在看到的这个蝗虫呢满天飞舞到处都是 云南当地呢还流行就是吃这个蝗虫 你看现在市场上有这个专门卖这个蝗虫 卖蚂蚱的这个小小摊店 云南当地的人呢还是非常喜欢吃这个蝗虫类的这个食物的 好像它当地卖的是一斤25块钱了 你看这个云南的白祖姑娘呢把买回来的这个蝗虫呢倒在盆里洗一洗 然后晾干之后呢就准备来油炸了 洗完锅倒入油就开始炸这个蝗虫了 你有没有吃过炸的蝗虫呢? 看着挺香的 但是我是没有吃过这个蝗虫 你看已经炸好了 这个云南当地的姑娘已经吃了这个蝗虫了 你敢吃蝗虫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